凌晨两点半 女子当机跪地呼喊求救 她脸上一脸的血 说救救我 救救我 独局女子为何深夜出行 要去见一个朋友 之后当时就陷入一个昏迷状态 残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处于我们的监控盲区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大家好 我是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民警复利 2017年7月15号凌晨2点26分 长沙市交警支队羽花大队民警 接到122指挥中心派警 称在车站路桂花路口南口某夜消滩 一位浑身是血的女子 踉呛走到该路段 突然下跪 双手合十向路人求救 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事 为何会在凌晨时分 浑身是血的向路人求救呢 根据报案人的提示 民警立即赶到长沙市第八医院 画面中的这位 就是报案人孙女士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 半个小时前 急促地敲门声叫醒了熟睡的孙女士 开门后眼前的一幕让她惊慌失措 晚上两点多时我睡得正香的时候 砰砰砰砰就使劲敲门 敲门我就赶快起来 女儿的求救让孙女士来不及多想 立即叫李亮出租车前往 前往距离最近的长沙市第八医院进行抢救 我就赶快韩布第一次就坐在第一次站 我说师傅快点把我女儿送到医院 面对警方的询问 孙女士惶恐的心情 一时还无法平静 虽然是报案人 但她不在事发现场 能够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 她不知道她女儿是什么原因受的伤 什么时候受的伤 她只知道她女儿说被一个 药小摊的老板送到她家里的 目前警方唯一能获取的信息 就是夜交摊老板 孙女士的女儿跟夜交摊老板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跟案件有关吗 警察不排除人为作案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 这起就是一起交通事故 或者是其他的人为因素的一个意外状况 到底是交通事故 还是突发意外 只有孙女士的女儿清楚真相 经过医护人员的权力抢救 她虽然脱离生命危险 但依旧处于昏迷状态 我们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报案人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当成自己又嵌于一个昏迷状态 在医院的抢救室里 民警见到了仍然处于昏迷的伤者 通过对脸部受伤情况的仔细观察 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我对伤者的伤情进行查看 伤者的脸部有脱痕状的伤痕 上面有一些利清和杀石 基本上可以断定 他的伤情是在道路上造成的 是交通事故所造成受伤的可能性 非常大 如果初步判断是交通事故 那么事发地点在哪里 肇事者又是谁 受伤之后 女子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夜交探前 感觉她没什么力气就往 离上一跪然后就说救救我 救救我 受伤女子为何会出现在夜交探前 确定了将这个事故地点范围 缩小在50米之内 伤者持续昏迷 警方如何寻找案发现场 要他可以来说是一无所获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狮子山南站公交站的监控坦头 拍下来令人震惊的一幕 夜宵探门口女子突然跪地 做出双手合十的动作 那么是凌晨的2点25分续 向路人开始求助 也是这是唯一一个走入 我们视频监控中的唯一的一个镜头 感觉她没什么力气就往 往地上一跪然后就说救救我 救救我 目击者李先生是这家夜宵探的服务员 他清楚地记得当晚 在临近关门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这个女子 向他的叔叔求救的场景 一个女的跑过来 就是她脸上一脸的血 鼻子啊什么嘴巴那里都流血了 然后我叔叔就看着也吓了 我当时也吓了懵了 把这个赤脚 他就说什么钱包什么手机都不见了 他联系不到家里面嘛 他没手机什么的 让我那大叔送他回去 然后我叔叔就立马 推着电动车就把他送回去了 根据目击者的讲述 这名女子是受伤之后来到这里求助的 夜宵探老板是送受伤女子回家的好心人 根据女子当时的情况分析 受伤如此严重发生意外的地点 应该距离夜交摊不会太远 根据当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她走路的这个步伐推断 事发路段就是该女子求助点周围 可能是在一公里范围之内 夜交摊位于长沙市宇华区车站路 这里距离受伤女子的住处并不远 据此推断 她很有可能是从家中出来的路上遭遇事故 出口是在这个位置出来的 行人的位置 肯定是她要走这里出来 她就一栋口这样子走 车子来车方向肯定也是这样子 这个位置求助的位置就在这里 侦探员模拟从这个受害者从她家中出来 结合我们视频节目中能看到她求助的这个点 来确定了这个将这个事故地点范围 缩小在50米之内 也是该处唯一的一处进去 因为当时是凌晨三四点了 道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 当时也就没有其他什么线索了 道路排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遭遇车祸的推断 并没有获得有利的证据支持 此时受伤女子尚未苏醒 到底遭遇了什么意外 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我们了解该女子 是处于离异状态 据她回忆当时她正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突然背后遭到猛烈撞击随即倒地 面部受到严重损伤 事后分析 她很有可能是被同向行驶的汽车撞击 但是由于是从后面被撞 所以她根本不知道撞击她的究竟是一辆什么车 拍摄文片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陈文君脸上的伤痕已经消失 但内心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 头部晚上有失眠有失忆 记性特别不好的时候 甚至刚拿东西刚就忘 当时她是从后面行驶了 她从我身后撞的 所以我肯定是顺势投往前朝地以后 昏厥以后就不知道了 更加没有能力去看她的车牌 及其她的车子 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看了 独居女子为何深夜出行 她要和友人见面 肇事司机为何逃逸 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隐情 她是不需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的 家全为什么还要离开现场 一场事故让伤者付出惨痛代价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 因为一个朋友 他从武台山回来的时候 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就是为了接她 陈文君讲出了深夜出行的真正原因 据她回忆 就在她刚走出小区不久 遭遇了事故 根据陈文君讲述的过程 民情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此时视频显示的时间 是凌晨2点24分 加油站所在的位置 距离夜郊滩大约300米 女子求救的时间是2点26分 也就是说从加油站对面的路口 到夜郊滩的这段路程中 女子遭遇了意外 但是由于位置的关系 两个摄像头都没能够拍到事故发生的情况 事故时间缩小在两分钟之内 从2点的24分到2点26分求救 那么这两分钟 我们逐一排查 行进该路段的这些过往车辆 将范围大范围地缩小 通过排查附近的视频监控探头 民警终于有所收获 在距离夜郊滩大约200米左右的一个铁道桥上 一辆白色轿车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它的停车这一举动是非常反常 因为是在铁路桥上方 是没有任何停车车道 驾驶员下车之后的举动 也是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视频中警方清楚地看到 该白色车辆行进到铁路桥路段时 车辆停在马路中间 驾驶员下车后 静止走向它的副驾驶反光镜的位置 将车辆的右侧反光镜掰正 并且反复检查车辆受损情况 根据车灯的轮廓 警方发现两个大灯形状不一样 右前大灯并不完整 很有可能是受到撞击之后出现的破损 我们就立马锁定 该台车辆为重大嫌疑车辆 并随后调取该车辆的相关信息 警方通过调取车主信息 确定该驾驶员就是车主本人 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了传讯 张任远 男 30岁 长沙市人 警方发现这辆车各方面手续都齐全 那么事故发生时 张任远为何没有停车 他直接逃逸的行为一定另有原因 驾驶员的车辆及驾驶证 手续都是齐全 也购买了保险 这如果是说 仅仅就是一些简单的交通事故 那么驾驶员 可以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 它是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 而且只是 只要承担一个民事理赔责任 它是不需要承担 其他的法律责任的 那么基于这种前提下 驾驶员为什么还要离开现场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 不合理的举动在里面 张任远到案后 对当晚肇事逃逸的事实 供认不讳 在警方的询问下 他终于讲出了逃逸的原因 凌晨大概两点钟左右 那时候刚好跟朋友 一起吃完宵夜 喝了两到三瓶啤酒 然后加上每天 一天没怎么休息 就没想困 那么晚上开车的时候 可能就睡着了 由于酒驾 张任远心里十分清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储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并除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事故发生时 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 此时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任车辆 为了逃避责任 张任远选择了逃逸 之后 张任远一家人东贫西凑 筹集了十几万元医药费 用于伤者的治疗和康复 最终得到伤者及家属的原谅 以我这个反例来告诉我周边 或者说更多的人 希望他们喝酒不要开车 开车也不要喝酒 就是 人类有底线 不要去触碰法律的红线 一场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改变的不仅仅是肇事者的命运 影响最大的还是受害者本人 而这场可怕的经历 所带来的伤害 或将伴随他的一生 包括我现在手术以后 根本也没有成功 然后前面的这些鼻子 单通都不通 然后心脏方面也不大舒适 然后有时候特别累 因为在车祸中间 其实最受害的还是亲人 是吧 他看到你又不离 或者又不舍 或者你受伤了 他的心都是碎的 我觉得我的母亲很坚强 然后他就是能够面对这个问题 结合本案 我们做出以下提示 第一 女性朋友 尽量不要在深夜单独外出 最好结伴出行 行人一定要走人行道 不要抢机动车道 第二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本来就已经触犯法律底线 而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又逃离案发现场的 更是错上加错 在此 我们提醒所有的交通驾驶员 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闻名出行 2018年10月21日 山东省龙口市的民警 在302省道一路口知青时 蓝停了一辆游戏向东行式的白色轿车 简单了解情况后 民警准备对该车辆进行检查 然而 当民警打开轿车后备箱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尤为吃惊 原本合载五人的轿车 却坐了八人 不仅超远60% 而且让三个年幼的孩子 坐在后备箱中 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最终驾驶员机杰 被处以200元罚款 即6分的处罚 后备箱中的三个小孩 也被安全转移到其他车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